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Ben 歡迎收看本期的最後一站 很開心見到各位 今年的E3展壓軸放出一小段最後一站 無限的預告片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看得無煞煞呢 這邊首先來分析一些小細節 然後拋出個人看法 再來說說我的期許 而當然 個人看法僅為推測拼湊 因此未必準確 也歡迎各位一同討論 那我們開始吧 啟動雷神之錘護甲的過程中 這裡埋藏一個大驚喜 事關長穿的這套護甲是由ONI的材料小組 於西元2559年2月10日開發 哈爾西博士於西元2561年9月19日更新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 雖然這套雷神之錘護甲的外觀回歸以往 但可別認為僅是藝術風格週以前的經典外觀 因為這可是第三代雷神之錘動力護甲 哈爾西博士替第二代斯巴拉戰士 所設計的戰甲統稱為第一世代 也許有些人在爬文找資料時會挺常看到Gen1 這是Generation的縮寫 在人類星夢戰爭結束後 第四代斯巴拉戰士計畫成立 由於招募方式不再使用綁架或尋找孤兒 而是將目標放在現役軍人上 因此參與第四代斯巴拉戰士計畫的人選越來越多 為了能大量製造並壓低雷神之錘動力護甲的成本 ONI不再視護甲的技術為機密 反而公開資訊好讓民間企業競標 使得各個想要賺比大錢的軍火工廠無不腦力激盪 陸續開發出更便宜更輕巧的護甲 這些護甲統稱為Gen2 也就是第二世代 綜上所述 我認為開發第三世代雷神之錘動力護甲這個方法 能讓343兌現去年的承諾 回歸經典 畢竟如果只是為了讓粉絲們開心而單純改回 那還不如用個更具體更有說服力的理由來回歸 而且這樣也能同時展示更多新的護甲技術 再來是年份 西元2561年9月19日 預告片並未準確顯明時間 但可以確定的是年份起碼為西元2561年9月19日 所以星座明顯接在Hello Wars 2之後 因為星環戰役2的時間點為西元2559年 至於星座和星環戰役2的關聯程度有多深 諸如哪些資訊會放入星座 甚至會不會有關聯 這就不好說了 我認為一定會有關聯 而且私心想看帥氣的紅隊與藍隊並肩作戰 一來是Hello的世界觀如此之大 放個不影響主線的故事簡直輕而易舉 星環戰役便是最佳例子 因為火靈號是在極遠的地方奮戰 就算抹去整個遊戲的存在也不會影響主線 也可以做保衛內置民地的遊戲 像是改編科爾上將的故事 一來題材漂亮 二來不會影響主線 既然如此 那為什麼要特地做星環戰役2呢? 又為什麼要放上守護者攔截安德斯教授的片段呢? 除了怕玩家等無限等到封掉外 不然我想不出其他為何要讓火靈號再戰殺場的理由 再來是破碎的光環 網路上有外國玩家說那是士官長炸掉無禁號號摧毀光環 就跟一代幹的事情一樣 真的超幽默 目前無法確定這是哪一個特區 但貌似只缺了一角 跟士官長進入控制中心所投影出來的光環即時影像比對得知 兩者因為同一個光環 也就是說 新作起碼會出現一個光環 最後是一些美術風格的資訊及不確定細節 這頂頭盔不是四代與五代的AI炮灰造型 外觀與配色比較接近二代和三代 士官長手上的衝鋒槍貌似是Rage之戰時所採用的NA37 而非NA5家族 再來是可搭載AI的插槽 這套護甲貌似可同時搭載兩個AI 目前不清楚如此設計的用意為何 影片結束前我想來談談個人期許 希望星座要有什麼樣的表現 343接手了HELLO後 各座的劇情好壞每個人評價不一 因此我也不打算花心思來討論主觀 而只看一件客觀的事實 遊戲以外的衍生作品 眾所周知 343除了用遊戲來敘述主線劇情外 也同時派上了小說和漫畫 如果小說和漫畫是講述支線那就算了 但343做了一件超級糟糕的事情 那便是用衍生作品來講解主線 4代跟5代之間的劇情 原本要用超級戰士任務來補充 但因為地圖枯燥乏味和任務內容千篇一律 評價甚低 因此所以把劇情丟給我認為很難看的惡化漫畫 有興趣的話可以看水管資訊欄附上的連結 這部分我有詳細說明 然而 並不是每個人會對衍生作品產生興趣 甚至也有可能會因出版發行或語言問題而無法深入了解劇情 這也造成了4代與5代間的劇情斷層過大 我用歷代的主線遊戲和衍生作品來講解各位即可明白 1代到2代之間的故事是用小說短兵熬戰來說明 不過沒看過小說其實不太會怎樣 因為你不會對於四關掌勢如何回到地球儀式產生極大的困惑 2代到3代之間是連貫的所以不會有落差 3代到4代也許會出現一點問題 但好在遊戲劇情有說明一些 頂多會對第10代斯巴拉戰士、無禁號等等新科技產生疑惑 但其實可以歸結於技術的進步所以還好 至於5代嗎?問題可大了 Osiris活力小組是怎麼出現的? Kotana不是死了嗎? 為什麼又會突然出現並想要當宇宙中的霸主? 哈爾西博士被帶回無禁號時說的話又是什麼意思? 藍隊是怎麼跟四關掌聯繫在一起? 更別提誤導人極深的狩獵真相短劇與預告片 刻意把四關掌塑造成叛徒的形象 結果在遊戲裡根本不當一回事 甚至之前還有流出想要在5代讓四關掌領便當的劇情 這部分跟Tailtail會倒閉的其中一個原因很像 一開始構想是A方向並向外發布消息 但後來砍掉一些劇情換走B方向 然後應接上A方向最後導致四不像 我與此重申 本人並不反對衍生作品的出現 甚至鼓勵持續推出 因為這可以滿足我想要了解HELLO的渴望 我反對的是主線劇情用衍生作品來敘述 一來本末導致 二來如今所述未必每個人會有興趣 三來可能會因出版發行或語言問題而無法深入了解劇情 我的期許非常簡單 只要把新作與舊作間的過程用遊戲補足 不管用何種方式 只要是在遊戲內有交代 那就行了 至於劇情好壞則見仁見智 反正不要讓玩家們產生斷層即可 以上介紹及有些激動的論述 希望各位會喜歡 也請多多包涵 感謝收看到此的各位 記得要訂閱及打開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